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日前在和歌山演講時遇襲 亦是日本在短短九個月內發生的第二宗首相遇刺事件 為民選領袖保安拉響警報 前首相安倍晉三去年7月在參議院選戰期間 在內良市助選演講時遇刺身亡 雖然安倍的兇手沒有政治動機 但刺殺政治人物畢竟屬於政治暴力 和強調和平轉移權力的民主制度水火不用 新加坡聯合組報社論指出 美國號召的第二屆民主峰會 上個月底在華盛頓召開 會後發表的17點宣言 不罰美國利用民主對女極權論述 針對中俄等戰略對手博弈的用意 但如今自許代表民主價值的美國等西方國家 都各自面臨社會對立嚴重的挑戰 社會共識的弱化 同時令民主價值和體制減少國際吸引力 該文章續指 《岸田文雄遇襲事件》反映一個事實 定期的競選是所有民主政體的重要政治活動 作為民意代表 從政者必須近距離與選民互動 但爭取連任的從政者 又同時為高權重的國家領導人 必須注意安全 兩者如何取得平衡 一直是民主國家共同的挑戰 特別是當今極端思潮興起的時候 領導人的個人安全 無疑必須凌駕於親民的需要 同時由於日本即將在廣島舉辦七國集團峰會 各國領導人的保安需要更迎突出 在廣島舉辦七國集團 在廣島舉辦七國集團 在廣島舉辦七國集團